今天希望可以藉由VBA自動幫你繪製這個圖表 那該怎麼做 其實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而且現在大家都蠻想知道說 因為你可能要繪製一堆的圖表 那你希望說去比較不同的匯率 比如說不同的匯別對於不同的結果 那當然會有高高低低起伏的話 那以前的做法可能就要圖白鱗自己慢慢畫 可是其實你是可以把它寫成對應的程式 那這個程式的話其實也不多啦 大概就是你可能會用到一個物件 叫做ChargeObject 這個ChargeObject就是圖表的這個部分 把它變成一個物件 那這個部分當然比較新一點 因為之前我想網路上找到的資源也非常少 很少人在講這部分 那很多時候會繪圖的話 大部分都建議你用R或用Python來做 那我後來發現其實VBA本身就有很多繪圖的功能 那為什麼不直接拿來用就好了 方便又簡單 那怎麼做其實程式在這裡 我先匯枝一下一個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匯枝第一個 執行完之後你會發現 美金對於新台幣這一段時間的你會變化 從9月1號大概快要30了 有沒有 這段時間 這就是到9月嗎 我的Range好像設定是到9月 所以其實應該可以往下抓 應該抓到57才對 我看一下我的程式 抓下來的資料 我的Range 我這邊只有到這個B應該是57吧 這個我沒有改 所以如果說我要把那個歷史資料再匯枝的話 你可以把範圍告訴他 他可以幫你把它匯枝出來 那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可能就是大概先demo給各位看 這個要匯枝了 有沒有 就高高低低到這裡 快要到28 最近又漲一點點 OK 那另外的話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能夠快速的把這個繪製的話 後面叫各位去跑個回圈有沒有 自動就把這些全部繪製出來 有沒有發現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 全部看你有幾個 甚至你要做一些變化 有沒有 現在是像POW BIL 怎麼Dashboard Dashboard就是畫很多 然後把它全部畫在一個畫面 其實VBA也辦得到 OK 只是要排列而已 我覺得這個程式要寫出來 然後再來的話把它刪除 刪除其實也可以 比如說這些圖要全部刪掉的話 你只要跑個回圈 全部就OK 另外的話 甚至你可以把它另外再放一個 像POWER BI 我有那個剛剛講 那叫Dashboard 儀表版 那如果你要把那個VBA 當成類似像POWER BI 自己畫的話 可不可以 其實可以 那我這邊有寫完一個 就是怎麼樣把它全部做兩個好了 兩個兩個兩個放 或者三個四個也可以 看你要怎麼放 那其實就跑一個 類似的一個矩陣就可以了 有沒有發現 執行完 就可以把它左邊右邊各一個各一個 那就可以看出 所以你可以一段時間怎麼樣 就跑一下 然後輸出看一下 跑一下輸出看一下 有沒有就把它舊的刪掉 重新跑一下 重新跑一下 就可以知道說它的一個區段的變化 這個部分的話呢 如果透過VBA來做 是相當簡單的事情 也就是你可以抓資料之後 所以第一個取得資料 第二個你可以把分析公司先做好 分析 最後呢再把它圖像化 取得資料分析圖像化 好 其實現在很夯的一部分就是 數據的圖像化 其實主要就做這些事情 OK 因為實際的關係 可能預告一下 當然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有一定難度 也就是你第一個 你至少要先知道 怎麼用手動的方式 畫那個圖 有沒有 至少你要知道什麼 插入這個 這邊不是有很多嗎 這邊不是一堆的這個圖嗎 有沒有 那我們剛剛是用這個折線圖 至少你回去假如說你對那個 Excel裡面圖表不熟悉的話 第一個你要先會使用圖表 OK 第二個的話 你在自動畫 就沒問題了 比較常用的 像除了這個折線圖之外 還有什麼直條圖 有沒有 還有一堆的這個圖 你要怎麼樣把它套用在 這個資料上面 我想這個回去可能再花一點時間吧 那下一次的話 跟各位講一下一句 第一個 我們就取個資料 第二個的話 就如何把它視覺化 或者叫圖像化 OK 因為現在你會發現 大家看到數據 就不知道要幹嘛 但是問題你把它做成一個圖像 一目瞭然 老闆當然最喜歡 你給我一個圖就好了 你報表資料 可不可以幫我畫個圖 OK 可不可以畫各個面向的圖 或者我今天告訴你 你把那個圖給畫出來 他以後要做簡報的時候 直接把它貼上 就可以開始講了嘛 他主要要看的是 數據背後的一個結果 然後他透過這個結果 去掩飾說 這個後面所產生的意義嘛 對 才有那個效果 不然的話 現在有時候 你假如要去講一些東西啊 人家問你說你為什麼知道 我憑經驗 我印象中是這樣 你會覺得說你根本講這個 那如果說我根據什麼什麼 非常公正客觀的資料來源 對不對 政府的開放資料好了 或者是第三方公正單位所給我的大數據 我拿那個大數據所得到的圖像結果 所以這樣 你講的話 大家都會覺得 哇 有恭喜 但你不能說你把那個大數據整個 丟給人家 哇 看這什麼東西 看不出吧 那你可以把它圖像化 馬上就知道 你各個面向的圖像 一個圖 兩個圖 三個圖 四個圖 從日期的話就是從小到大 有沒有 日、月、日、週、月、季、年 對不對 你慢慢把它鋪 你看慢慢的變化 空氣污染對於人體的傷害關係在哪裡 有沒有 你看越來越嚴重 對不對 還有跟什麼 跟肺癌的影響 有沒有 與日俱增 你不能說 我感覺我身邊的人 好像很多人都得肺癌 感覺 那這雖然是一種感覺 可是問題是沒有說服力 但問題你要拿出數據來 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是有正相關的 馬上說真的 人家就會覺得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不對 那要怎麼樣把數據圖像化 這個很重要 對 而且能夠快速的圖像化 這個更重要 感覺應該還蠻酷炫的 比如說你一按 馬上就可以變出你要的東西 OK 那這個部分可能要下一次我們再來看 跟各位預告一下 所以我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今天的話主要 我們就是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那個 這個什麼樂透彩的部分 做個複習 另外的話延伸到 有關政府開放資料的那個外匯資料 然後主要就是講那個Post 那但是Post我只是直接跟你講說 Network上面東西在哪裡 但其實背後還有蠻多其實需要延伸去學習的 如果你想要成為一個網路爬中高手的話 可能需要再update的知識其實還不算太少 OK 那我們下一次的話呢 就是會再來看那個有關 如何把資料快速的圖像化 而且大量圖像化 自動幫我安排 但是你可能要先知道 那個怎麼樣去 最基本的喔 那個圖 數據怎麼變成圖 做一個啦 以前是圖法鏈鋼嘛 一個放在那裡 一個放在那裡 一個有沒有 那現在的話你不用說那麼辛苦 你就 但是這背後可能需要 有沒有跑一個回圈 有沒有 一樣的道理 回圈就自動幫你安排 但是你要知道 放在哪一個坐標的位置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的注意 有興趣的同學 我有把那個 剛剛做的程式碼放雲端上 其實你如果一run 其實也可以run 我剛剛的結果 那只是說 至於背後 到底要怎麼去操作 我的細節 我們下一次再來看 OK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哦